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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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想哭 我不會 我不輕易在別人面前哭的 不要說是穿內衣 就連平常都不可能 我家人是幾乎沒有看過我哭過的 我是那種 是那種躲在房間裡哭的那種個性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居然會在 對 在穿上 都穿著內衣 有在那麼多人面前 朱小涵想起日前出席活動 穿著內衣在船上落淚 自己也哭笑不得 而剛從泰國過完家族旅遊的他 也分享此行有厭遇 那去青脈有眼睛嗎 有喔 而且被年紀非常小的大小 他以為我剛剛才有年紀 我小孩 他快在19歲 我就跟我弟去一個小酒吧 然後就看表演 我們請滿很多這種樂團表演 然後我提一提就有一個 兩個 廣州來的男生 問我們要不要 可不可以跟我們並桌 一起這樣子 然後就 反正就跟我聊天 後來我真的很好奇 他們幾歲 他就有一個 一個19 一個22 然後 然後 最後我沒有告訴他我 不是誰 那妳有給嗎 給什麼 妳如果是誰 欸 我沒有給 但是我弟弟他們給了 蛤 弟弟給他 然後什麼 他在發展弟弟 對 好想 會是搭訕弟弟的 我是這樣嗎 我誤會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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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進展 因為他現在又要滿舞台劇 那 又停擺了 又停擺了 反正就是 還是會設計 以設計 還是會要 要辦 但是就 應該沒有那麼 急著要辦 這首歌也不知道 如果是 其他人呢 由胡宇薇 周小涵 張峰豪 以及盧以恩 演出的微電影《遊戲開始》 今天舉辦記主會 片中胡宇薇 與周小涵分別飾演 物理教授 以及數學老師 對比對物理有興趣的 胡宇薇 周小涵自招數學超爛 也超佩服張峰豪 得記下一道道的數學謎題 離婚到日本的時候 我真的很佩服她的這個角色 真的是太佩服 因為裡面有太多她要那個 解體的東西 那個 我甚至覺得 讓我 我可能要背一個月吧 我才有可能 像你這樣 就把它寫出來 真的真的 所以那時候 我在演 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就 我說好險 好險都不是你講 你只在站這邊 指這個 指這個 有啦 有第一場戲 有稍微 那個 還是有啦 但是不多 我就覺得好險好險 很怕 就很怕 我在那邊 就是 教課教的跟真的一樣 我 壓力好大 就可能要先 閉關練習一個月 記者林文成的心 採訪報導